双子座流星雨 通常是一年当中最强的流星雨 所以这个高峰期将会在这一周到来 所以你要注意了 这个双子座流星雨 已经活跃了几个星期 但是这个周末的这个流星雨的情况将明显增加 同时在理想的条件下 可能会看到每小时十几颗 或者更多的流星 所以双子座流星雨在极大期 每小时可以在天空中展示超过100颗流星 这也是罕见的 不需要你在日出前几小时起床的流星雨 只要仰望天空 就能获得最佳的观赏体验 所以在12月13号晚上将会达到极大值 12月13号到12月14号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期间 那因为那晚的月亮将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造成这个天空有点亮 但是并不能够阻拦你去寻找这个双子座流星雨 那其实观看比较好的当然是在南半球 但是我们作为身处在北半球的人来讲 也不是不可以看的 所以你一旦找到理想的位置 躺下放松 让你的眼睛有时间去适应的话 你就可以去欣赏这个流星雨 大概最好最佳的欣赏时间是凌晨两点左右 我记得也同样是这样的时候 在英国我曾经也是躺在一个修道院的门口 这个感觉这个天空离自己特别近 居然就能够看到流星划过 我确实是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不知道今年12月13号的这么一个流星雨 你会错过吗 当然你如果觉得外面太冷 还可以看网络直播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天文馆 有相应和Bilibili 也有相应的直播展现